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算准你今天会来 这并不表示你比别人精明 而是我银鹏一向言出必行 对耿相连一样 对你不言非也是一样 毕竟 你这畜生 我毁了当年没有铁载十三英的力量 毁了你连环十二无的银鹏堂 哈哈哈哈 现在就算你还有这种力量 你开得了口呢 你 你走吧 我不想为难你 今夜我是为耿相连而来 出现 哦 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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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刚刚明明在这儿 怎么一下不见了呢 他到哪里去了 哎呀 会不会撞他调虎离山之际 他也回到林家去了 哎 请又请 啊 鬼箱 这声音从后面发出来 难道 快去看看 这 阿佛 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林老夫人 我 我也不知道 我跟去看看 声音好像是由这拔出的呢 后院就只剩这间听到院了 这什么地方 哥哥找到了新房 大哥 大哥 声音 是从这里发出的吗 这 咱们到那边看看 门拴着的 奇怪啊 大少爷也应该出来看一下 大娘 快过来看看 再隐得 我应该要撞完 你 你 你们要不要撞完 小莉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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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莉 小姐 小莉 小姐 你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大少爷 你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大少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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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爺 小爺 你給我出來 出來 小爺 銀鵬 你這畜生不如的東西 我不願被不親手殺你 施不為人 這 這到底怎麼回事啊 這 門窗 都是由內反酸的 這究竟是什麼回事 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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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家 一定是 這封信就是下午用黑衣櫃給我送的 大哥 大哥 這下午跟娘怎麼說呢 天方他怎麼了 你倒是說話呀你 娘 大哥大少 讓人家殺害了 什麼 你 娘 老廢 娘 老廢 老廢 娘 老廢 什麼 我想起一件事 我忘了告訴你 大娘 什麼事啊 下午進百家計之前 有人借口借標 半路襲擊 你 是什麼人 身穿百衣 見出鬼衣 要不是不姑娘 即是遠舊 恐怕我們都進不了百家計 不姑娘 你說的是 相連的朋友 不嫣妃 她怎麼會來百家計 你認識她 嗯 我想起來 我為這個人 一路追殺下來 那百英是誰 這 恐怕要問不姑娘 不姑娘 跟這件事會有什麼關聯 阿虎 是 你去把地堡張起來 是 我這就去 那 不姑娘 我已經猜人把大哥大撒的衣服 送往西鄉房 安置靈堂 生命 我 我們到底該怎麼辦 石禎李萬萬想不到 一場歡心的喜宴 進成了眼前的局面 而此刻的龍承綱 也正為石禎一的遲遲不歸 所以我思不解 小龙 小龙 沈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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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知道沈大哥 是我 天都亮了耶 沈大哥他 他還沒回來 奇怪了 他怎麼一夜都沒有回來呢 也許是喝酒喝醉了 沈大哥 沈大哥 會不會出了什麼事啊 沈大哥 這是鬼小老 我錯 沈大哥 這陣是 方玄奈以神兵的武器 怎麼會在這兒呢 沈大哥果然是方玄 我還不能肯定 沈大哥 這隻蕭 這封信 還有茶棚的老虎 這種種線索 都證明鬼小就是兇手啊 不 第一 方玄若是兇手 怎麼會將這隻蕭 丟到竹林裡 第二 以鬼小的名頭 獨立毀了十二連環屋的銀棚堂 江湖上無人不知 他沒有理由來為了這件案子 大費周章 顧負一陣 那 那除了他還會有誰呢 我一定會查清楚 老虎 大爺 您認得我 我是聽您家二少爺說的 昨晚您家出了事 您知道嗎 我知道 老虎 我問你 昨天下午 是不是有一個黑衣人 打著走過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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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黑衣怪人啊 戴著斗笠 蒙著頭 有氣無力的 臉上還有一道血口子 身上 手上全都是血 您瞧 他血兒還在這兒呢 他是來打聽 往您家宅院的路徑嗎 是啊 昨兒我把這事告訴林家二少爺了 哎呦 林家怎麼會有這種朋友呢 大爺您知道我不知道 他那個恐怖的樣子啊 就像 嗯 就像 東橋村的那個鬼岸娘 比他還可怕 是啊 大爺您您怎麼了 鬼小的事情 鬼岸娘 鬼小的事情 鬼岸娘 老虎 我問你 鬼岸娘在什麼地方 東橋村 啊 啊 就在那個林家旁邊那條大道 啊 一直下去 大約 各馬個時辰就到了 林家 路旁的大道 小龍 小龍啊 你問你 到林家在哪兒 怎麼都著火了呢 不知道不會問啊 真是的 小二啊 就問一下啊 小龍 沈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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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昨日一夜 到哪去了嘛 是啊 小龍一宵沒睡 差一點又急出病來了 我在林家 人家辦喜事 你幹嘛留個通宵啊 林家出事了 啊 出什麼事啊 新郎新娘 被你殺害了 小警 我該怎麼辦呢 你就這麼做了 我若不把事情說出來 就讓他萬惡的迎頭逍遙法外 可是 你又不讓我說 小警 我該怎麼辦 我該怎麼辦呢 小翠 布姑娘 小心她 我知道 我知道 布姑娘 我該怎麼辦呢 你有沒有把營鵬的事 告訴他們 沒有 你 小姐 小姐死得那麼渴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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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你 我 我 你 我 你 我 我 我 你 你 我 你 妳 我 小翠,我去了。萬一我失手,希望你能永遠保守這個秘密。 寶姑娘!寶姑娘!不能去啊!寶姑娘!天啊! 小翠姑娘!阿福! 小翠姑娘!剛才那個人是誰啊? 究竟是怎麼回事?你打頭也說嘛! 小二! 怎麼樣?那天啊!哪家的故意啊? 小二! 三哥,當然再說啊!等我一下! 哥哥,您要吃點什麼? 給我來無茶,後面來點吃的。 好,馬上來啊! 啊!來來講菜啊! 快說快說,怎麼回事啊! 太新的,怎麼回事啊! 這樣啊! 昨個夜裡呀,來了個公子 身穿白袍,手裡拿著劍 看那個樣子啊! 倒是像是江湖匣氏哦 后来啊 这个 三更半夜 他到那个东村客栈叫门投诉 这客栈的红掌柜啊 因为这两天身体不好 躺在房里 他那个小女儿啊 小雪啊 就起身一门 嘿嘿 那个公子就说了 他是要往这个凤林镇 这个夜路啊 不好走 要借树一宿 嘿嘿 他就把他开门让他进来了 嘿 谁晓得嘛 怎么样 小雪倒下来 快点讲 怎么回事你快点说嘛 原来那个家伙啊 是人面授心的恶魔 啊 嘿 他看那个小雪啊 长得满标志 就起了邪念 把他给强暴了 那有这种事情 就是 继续做 继续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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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 祝你 你怎麼回事? 你講完了? 你不要騎嘛!那個洪掌櫃的聽到了小雪的喊叫聲 就趕緊去查看啊 沒有想到也被那個惡鬼給砍了兩刀 你們說嘛!這成什麼世界嘛! 就是嘛!這真是可惡啊! 咱們這怎麼會有這種事情發生啊? 真是!還有啊! 昨個夜裡啊,離我們這裡啊 只有三里路的百家集也出事了! 你們都沒有聽說啊! 沒有啊,我想問你 你怎麼會遇到我這什麼事啊? 來了! 三哥,待會兒等我一下 客官,您還要什麼? 往楓林鎮的路怎麼走? 哦!您要到楓林鎮去啊?去幹嘛? 我問你,路怎麼走? 哦!您出了門口一直下去 然後到了村口的時候,往南邊走就是了 哎呀! 唉呀! 唉呀! 這怎麼回事啊! 小翠! 你和什麼人在林堂說話? 夫人! 我沒有啊! 夫人! 我真的沒有! 唉呀!唉呀! 小翠! 我明明聽見你叫什麼什麼什麼布姑娘的 吳燕飛 是布姑娘 夫人,沒有,真沒有 小翠 子仁,我 布姑娘來,你為什麼隱瞞 這,這究竟是,到底什麼事 布姑娘呢? 來,夫人 布姑娘,我看到她走的了 小翠姑娘,她到哪去了 小翠,事關兩條人命 你知道些什麼快點告訴我們 我 小翠 夫人,我 你還不說實話 夫人 布姑娘她 才去找她了 找誰 布姑娘到底找誰去了 你快說啊 鷹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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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怎麼會知道這件事 鷹鵬是誰啊 布姑娘幹嘛找她 方璇毀了鷹鵬堂 她這麼說,鷹鵬是追方璇而來 那布燕飛 她又怎麼會知道 鷹鵬跟這些命案有關呢 人家布燕飛怎麼做 當然有人家的道路了 你們幾個什麼勁兒 小龍啊 你這麼說話 好像布燕飛跟你不是什麼朋友似的 我 我明白了 你明白什麼 方璇是被鷹鵬所傷的 昨天早上 我們所聽到的消聲 就是鷹鵬和方璇打入事發出的 而且我在家裡上 還看到了血跡 鷹鵬殺了方璇之後 叫到林宅去殺害那一對新人 被布姑娘發現了 所以就去找鷹鵬 不對啊 布姑娘幹什麼不告訴你呢 這就是問題的關鍵 不過 我可以肯定 方權絕不是凶手 但是我不明白 布燕飛到底發現了什麼 竟然獨自去找鷹鵬 連明文江湖的鬼霄都拜在鷹鵬手下 那布布燕飛 你 這就是我所擔心的 沈大哥 我們現在該怎麼辦 童仔 你跟小龍去一趟東頭村 查探一下 這個方璇 到底有沒有去過 龜鵬娘住的地方 這沒問題啊 沈大哥 你放心 包在我身上 那你呢 我必須找布燕飛 我必須找布燕飛 你呢 我們已經擠得到 我們就尋潔著 我們就知道 李師傅 這裏呢 全可在我身上 這個車子 整個角落 小龍 都在船上 他開啟 能不能骨頭 呃 这个 大爷 我听得很清楚啊 他啊 往风铃镇去了 不嫣妃 不知有何难言之影 满怀着愤恨 决意找寻银雕 为耿香莲讨回血债 沈圣衣当然明白 不嫣妃绝不是淫雕的对手 这场继之结局的拼斗 使得沈圣衣忧心无焚 四处追寻不嫣妃的行踪 而此刻的不嫣妃 却陷入重重危机之中 你这么找下去 就算找到了我 又能怎么样呢 当你向他们下手的时候 就该回答 我不会放过你 布言飞 你错了 我出来能杀你的时候 没把你给杀了 TB1 我不是说 江连和那个姓林的 不是我杀的 你以为我会相信你鬼话吗 信不信 已经不重要了 今天你是唯一知道我殷棚未能实践诺言 没有亲手杀掉耿相连的人 现在你有两条路可以走 一条就是从此跟着我走 另一条就是死 你闭嘴 殷棚 你要为你的授心付出代价 也好 这趟百家籍之行 就算是了结两段缘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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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带你回去 爹 神道 你 你 和他 他 没有 小 小莲姐 你 不要 帮我 找到 修 修 修 我会 我会 我一定会 是 我 我从来 没有 对你 对我 笑 你 你笑 我笑 我笑 小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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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大哥 姑娘知道 要死了 孟姑娘 孟姑娘 孟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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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大哥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一夜之间 三条人 你们先来告诉我 到底是怎么回事 大明 请接受你 这件案子 我一定会查出的水落石窗 小婉 姑娘 小婉姑娘 我吃凯琳家的人 为了就是希望里面说出这件事情的真相 我 我不知道 小翠 据我猜测 昨天下午袭击你们的人 就是引爆 你却一直弥瞒着不说 我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小翠 这是真的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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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现实对抗云鹏 到案发口 布姑娘 拼死 也要找云鹏报仇 这件事出名了 布姑娘 和香莉 跟云鹏的追杀 都有秘密的关联 你难道一点都不知道 我 我真的不知道 笑嘴 你难道前面让三条人命 白白的送掉 也不跟你说实话 小翠 你到底知道什么 你倒是说呀 夫人 我 我不能说 不能 你为什么不能 我答应小姐不说 我不能说 小翠姑娘 耿小姐已经遇害了 你难道还要隐瞒事情真相 让耿小姐和布姑娘冤死九泉 你不能说 宝人 我 大娘 你 你不说 我自己去回家里 大娘 你怎么可能做出这种傻事 夫人 我说 我傻 我傻 你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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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я 我 你 唇 到街保一趟標,往北方的艦線 入終,找到燕山三十六友結標 對方人多勢眾 而且預心又有準備 眼看的就是凶多吉少 正在危機的時候,迎鵬來了 他打散了三十六友,救了我 迎鵬救了我們 他絕不會是那種打保護瓶的人 她 她是看上了小姐 後來呢 她花言巧語 她接誤了小姐 後來 小姐 你繼續說 小姐她痛不欲深 迎鵬就千言蜜語說服了小姐 幾後兩個月 她天天都陪在小姐的身邊 小姐似乎就信了她 直到有一天 有一天 有一天 你快說呀 有一天 她要以同樣的手法 要長抱不無量 正好被小姐撞見 她匆匆地逃走了 小姐羞愧之下 要拔箭刺了 結果布姑娘阻止了她 夫人 夫人 這事關小姐和布姑娘的名間 所以我一直不敢說 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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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卻一直很擔心 擔心林公子不肯諒解 林公子並沒有不諒解小姐 而是擔心盈蓬 因為盈蓬曾經說過 是他的東西 他絕對不會讓別人染指的 所以 他追了 那姑娘也趕來了 為什麼 沈大哥 那盈蓬 我會找到他的 姑娘娘 我是找到了 那個鬼二娘啊 已經半身不遂躺在床上了 可是他說他並沒有見到他師弟方玄呀 那就對了 啊 現在 我只剩下一個問題不太了解 我明白了 我明白了 完全明白了 完全明白了 哎 沈大哥 你知道兇手是誰了 誰 沒有兇手 林大公子殺了香蓮之後 自殺 他事先設下了這件命案 固步一陣 怎麼會有這種事 林大公子為了閹人耳目 他事先設下了這天衣無縫的密室命案 他先將 鐵銷的另一端 鑽上了漁場鎖 戲鎖的另一端 綁在拉彎的竹枝上 然後拉住 受竹枝彎令繃緊的戲鎖 固定在這窗下的釘子上 入夜之後 一半 林大公子 先殺了香蓮 解下釘上的戲子 自殺之後 手一鬆 鐵教授獨自彈起之力 飛出窗外 昨夜發生命案時 我們先聽見香蓮的尖叫 然后紧接着一声尖锐的声音 就是这铁销 由此破空而出 所发出的声音 哇 真是叫人难以相信 陈大侠 你只是猜测 我大哥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这也是我百思不解的问题之一 但是 现在我明白了 二公子 你不能否认 林家大公子是有洁癖之人吧 我 我大哥确实很爱干净 当他知道 他并不是相连第一个男人 你想想看 一个连身边桌椅 都擦拭一尘不染的人 他又如何能够忍受这种情况 他为什么还要学相连 大名 林家是换门之后 林大公子好不容易争取到这门婚事 他又怎么能够齐口反悔呢 哎 一年之长 进去了三条男人 哎 沈大哥 那鬼霄怎么会扯进这件案子里呢 鬼霄的加入只是巧合罢 哎 沈大侠 那这就不对了 鬼霄在茶坟打败林家所在 这分明就是序业而来的 不 鬼霄要来找的并不是林家 而是找林家前面通往东途村的大路 他原是去找东途村的鬼二娘 那只霄怎么会落到这儿来 鬼霄在进百家旗之前 陈宇银鹏在绝湖里决斗 他已经身受重伤 当他经过林家后方逐历的时候 不巧 他已经断气了 恰巧被林大公子找寻绑戏所的阻止时 遇见 反而成了利用的对象 那那封信呢 想必是林大公子自己所谓 林大公子为了设计这件事情 当然不愿意让人家知道这个事情的真相 我明白 我明白 沈大哥 那云铬呢 在这儿呢 我明白 他是真相 真相 啊 我明白 你听说 我明白 我明白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不能再多陪陪他了 陈大哥 陈大哥 这件案子像官府结案了 我告诉侯爷 杀是林田坊和董香里面 是舍连环雾的秘密 银宝 大娘和人家会同这种说法吗 我想他们都不会 便宜把这件悲剧传开 像是一场凄凉的噩梦 不烟飞去 带着爱和命 沈圣依怀着伤感兴趣 离开这令人唏嘘的百家籍 不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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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愿意